那带下来的时间没有办法 match我要交款的时间 庄小姐一脸担心 因为身为首购族好不容易圆梦买房 但现在银行房贷却卡关 今年房市买气热络 但许多民众近期都遇到一个困境 就是想向银行借款买房 但因为排队的人数实在太多 不是被拒绝 就是他们等待时间从原本的一到两个礼拜 变成了一个月 甚至得到的利率也从原本平均2.1多 变成超过2.5 多家银行献出现贷令 因为银行法72-2限制商业银行最多 只能使用手中30%的资金 许多银行面对放款量逼近水位 只能拒绝受理或是拉高利率 像是庄小姐在月初咨询的7家银行 就有一半拒绝 所以好不容易向一间成功申请贷款372万 原本评估利率可以有2.185% 但月底银行却表示 暗量暴增需要拉高到2.689% 我觉得应该也有差个一两百以上 期限制到8月底 那其实我算起来还是有20几天快一个月 但是我今天去跟他讲 他就说他们案件暴增 所以就我有一点心慌 就怕赶不上交屋期限 得支付建商平均10%到15%的违约金 但看看现在几乎一半以上的公股银行 都要排队 包括第一银行 台湾银行 华南银行 张望银行 以及合作金库等等 对此专家表示 民众可以改考虑不受银行法72-2限制的专业银行 包括土地银行 农运会或是邮局 因为民营银行在这段期间 非常多的首购客户都被公股银行抢走了 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可能还会有一些额度或空间 而且农会它其实整体的一个资金是相当丰沛的 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去鼓励大家多往农会咨询 专家建议农会利率跟公股行库差不多 买房民众如果时间吃紧的话 可以改向农会贷款 才不会赔上违约金 东西新闻刘伟成李仲祥台北报道 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些长辈曾经说过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所以民俗月的时候叫你不要买房就是不要买房 但是这几年我们慢慢观察发现到了 其实到了民俗月的时候 好像这些年轻人比较不受到这些传统习俗的影响 因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房市部分非常的热 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说是因为在民俗月的时候 有一些禁忌 所以这个时候砍价或许比较好砍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被认为说在今年八月民俗月的时候 房市又更夯了 我们来看到其实包含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 被预估说整个北台湾这一次的新陈屋 还有包含了预售屋 推案预估金额可以来到了1366.2亿元 这已经是突破了千亿 而且年增率来到了125% 所以表现又比过去更好了一点 甚至这样子的好表现 有大概八到九成都是出现在台北市 为什么这样的表现会这么的好 大家为什么在民俗月的时候 好像又更愿意买房了呢 来看看原来是有这几个原因 其实从过去讲起来 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 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出现了史上最低的利率 还记得吗 当时利率大约只有1.3%而已 是非常的低 所以不只是台湾在封买房 全世界的人通通都在封买房 全世界都在买了 你如果在台湾你考量 因为民俗月我不买的话 你可能马上就被抛在脑后 因此当时被形容说是全年都好 而且全世界都喜欢买房 后来到了2022年的上半年 因为疫情病一株出现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建案是延后推案 那么后来到了下半年 才推案的时候 就算遇上了民俗月 可是有一些民众说 我已经好想买房 所以这时候推出之后 不管你是民俗月 我照样买了 那么到了去年的时候 因为新清安在8月的时候上路 那么受到平均地权条例的影响 虽然打压到了一点预售屋 可是有一些人跑去买了成屋 因此在去年 整个民俗月的时候 交易量也是蛮不错了 后来到了今年2024年 上半年的时候房市非常的热 甚至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考量 说年底11月的时候 美国大选前 这经济板块 有没有可能再次受到影响 所以我不等到928档期 我赶快 现在如果市场条件不错的话 赶快就下手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问说 民俗月到底有没有差呢 你看看过去 这些年2020一直到2023 就算受到了民俗月影响 可是这些民众 投资客或者是包含支柱客 他们一样都还是买房 所以民俗月到底有没有差 现在更多人分析 是该买就应该要买 以上是这节最新 暑假许多人喜欢搭飞机出游 但谁说搭飞机就是要出国 这一趟从台北出发 只要一小时五分钟 就能跟着记者飞到台东 波浪大道金黄色稻田 陆叶高台壮观热气球美景 是我们熟悉的台东观光胜地 但地震加上台风交通受阻 部分游客又嫌国旅太贵 让台东上半年平均住宇不到五成 住房率八月份比七月份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观光署 有发行美房补助一千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再加上审券这个部分 加上之后呢 我们预估可以增加三到四成的住房率 因此台东县府在八月推出 累消费券的省签券 面额从一千五百三百一百到五十 除了新极饭店餐厅半手礼 汽机车出租和加油有优惠 现在飞一趟台东 七加九最优惠只要不到四千 从中餐到台东的来回机票 然后再加住宿最低一个人 只要三九九九元起 对那再配合我们这次三年五的优惠 每房最多可以得到一千块 一个晚上双人房 原价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元的 四星级温泉酒店计算 原本加上来回机票四千三百九十二元 两个人三天两夜就要三万六千多 现在只要八千不到 还能再扣掉优惠补补助卷的五百元 便宜了将近三万块 相比肯定星级饭店住一晚就要五千到一万以上 让多数游客觉得这波优惠超有吸引力 政府可以开放更多优惠 可以让我们民众享乐是最好的 花少少钱就能搭击拥有伪出国体验 也打破多数人心中国旅超贵成见 当地观光旅宿业者只希望能透过这波优惠 突破暑期定防黑暗期 东西有吴宜众生 汪简营林海荣台东报导 破旧窗帘飘出窗外玻璃碎裂 从外头还可以清楚看到残破不堪的内部装潢 看得出来这栋是多年未整顿的老房子 而你知道这里过去是什么吗 怪怪的 这一定的 这很久了 我不知道 其实走过来每个人都会一直看 这一栋房子是怎么回事 刚才在这里出入二十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会在台北市大安区的这栋废弃老房子 不少人经过可能都有看过 在这里闲置许久 而且没有人居住 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的用途 不过曾经它这里是风光一时 原来这里过去叫做芝麻酒店1977年完工 1982年就关门 根据了解后续有租给银行KTV营业 不过最后因为失火歇业 看看当年的照片 芝麻酒店就是这栋白色的大楼 地上14楼 地下两次 从外头就可以看到内部荒废 墙壁斑驳 部分窗户也打开 已经没再运作 风光嘛 就是就跟国宾饭店啊 中央酒店啊 华菜饭店很雷同 询问老一辈的民众 都些许记得当年的热闹风采 更透露其实这里一度要都更 却以失败收场 不过民众就好奇 这地段属于北市精华区 不仅在101附近 旁边还是捷运站出口 交通相当便利 房众也表示这里目前市价 落在一瓶200到250万元 想都更 想改建 怎么会 一度卡关 要都更或者要重建 都是遇到这些所有权利 你们要帮他找齐 或者找到一定数量 就变得是让这个建筑 继续闲置在那里 精华区都更案破局 就是因为产权相当复杂 台北市都发局则指出 都更案在110年 金市府驳回后 就没有再提出申请 至于后续 是否有计划要拆除 因为涉及私人产权 得等地主们凝聚共识 才能推动 东森训学医助温永远 在台北市采访报导 在台北市采访报导 打算